数据显示,单单在行馆令1.0和2.0期间,倒闭的发廊和餐馆目前就有30%和18% 我们要做工,我们要经济好起来,我们没有钱了,我们没有钱了,我们不需要花钱再来立场 tados,每个人都死了 我们想向中国民企业组来向中国组成长 而专业的双方,但是这种掌握现在仍有什么随着建筑的 这就是最终的最终的 即使是PKP和SOP的确保 我们仍然仍然保持 严重的力量 严重的力量 但是政府做我们的力量 都不忍耐给我们这些人 首相Nadu Sili Ismail Shabili宣布 从明天10月11日开始 全国同步开放华州 随着更多的经济领域获准开放 五国经济是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 预计到明年2022年 将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 东郭扎禄指出 来临财案着重复苏 加强经济韧性以及促进改革 疫情下再出发 关注2022财政预算案 欢迎你留守 由亚洲数字银行AJDB和ECOWER 荣誉赞助的2022年财政预算案特备 你好 我是韵韵 早安 你好 我是Tracy新盈 那首相Ismail Sabri呢 在电视直播发表他任相的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呢 就特别提到要加强国家经济基础 和恢复大马的竞争力 年轻人的参与呢 是不可或缺的 那今天的财政预算案特备呢 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青年这一块了 对 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啊 其实让全球的传统体育产业呢 陷入停滞 也影响了整个体育的生态系统 当然除了这个体育产业以外呀 随着这个年轻的势力崛起 那大马青年在这个大马一家的精神框架底下 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接下来政府应该怎么样去推动 我国的体育还有青年的这个发展呢 也是我们今天的财案特备 要来和大家聊一聊的 那今天做过我们财案特备的 有青底部副部长 拿杜斯里正连科 拿杜斯里你好 谢谢你 请我来 好 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来聊一聊啊 之前呢 闹得沸沸扬扬啊 这个健身房重开的风波 那就有说啊 是不是误传了 然后之后啊 部长又来道歉 然后结果呢 结果也不到几个小时之后呢 又宣布要重开了 那可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那到底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直以来我们的部门 的SOB可以交出来 因为假如跟着他们的Ventilation SOB呢 它有50多面 所以要怎样去shorten it 简化 简化给这个gymnasium 所以我们等到首相宣布 indoor可以开始 indoor可以开始 那个时候 就是17号它宣布 18号 16号宣布 是这样一天啊 我在医保 我就是刚刚去visitgymnasium 所以记者也问我 就是for这个gymnasium 可以不可以开 我就讲 这个我们的部门的SOB 已经好了 现在只是等MKN 宣布跟gazette 一gazette了 就是可以开 但是MKN要gazette 不是当然要 针对我们的部门 今天第一部 它还有这个 health ministry 卫生部 卫生部 还有其他的部门 所以那个时候 记者的看法 就是我们做好了 他只是看到我们的部门 首相宣布了 indoor可以 所以他的headline 就是明天 还是17号 就可以开始了 所以我的部长 那个时候肯定 这个MKN还没有宣布 很多人也没有读到 我强调要MKN宣布 所以我的部长 讲有错误 还是有错的报导 他是他用 apologize 但是actually 没有什么好 apologize 因为我们没有错 但是过后了 因为我这样讲了 也是好 变了其他的部门 要尽快 这是come out with the SOB so真正在 同样一天 晚上 SOB全部好了 就宣布了 所以我的宣布也 对部长的 叫apologize 只是一个礼貌伤 因为怕其他的部门 还没有准备 但是最后最后 决定力 就是在MKN 就是很多 operators 他只是 对着 青年体育部 但是政府的 bureaucracy 不是这样 对 其实一个行业 到底能不能开放 要根据很多 不同的这些部门 经过很多的这些 SOP 才能够开放的 那现在其实我们 可以谈一谈 我们现在迈入 这个后疫情时代 其实我们可能 可以来关注一些 关于青年的课题 特别是这个 Undi 18 Undi 18 其实 达到谁 你认为什么时候 可以执行呢 Undi 18 它有这个 Semakan PRA 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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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SPPA 1号到 31号 10月 所以 希望每个人 都有兴趣 去他们的 website 看 过目一下 名有没有在 但是 只是可以 执行 就是要 要看 法律上 因为 在宪法 已经 确定了 21岁 现在我们要改 改 是给 18岁 来 untuk Mundi 还有其他的 就是 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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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MILI 2002 等等 其他的 regulation 一定要有个 coordination 做好了 就是 应该 明年 都可以 开始了 所以 这个也是 各界期待的 到底什么时候 这个可以落实 像之前 选委会 一直呼吁说 你已经18岁以上 但是你还没有成为 选民的话 你就要去 这个网站 查询 如果资料有错误的话 就要马上纠正 对 所以可能 接下来想要请问你 就是 这样的一个 政策落实之后 会给政治版图 有什么影响 What is that impact on our political landscape 我们的部门 有调查 Only so far 他们的 对政治的了解 政治的素养 政治的行业 等等 根据我们的调查 才17% 好像有100% 才17% 所以我们可以讲 还是很多方面要发展 所以在我们的部门 我们有 literacy politics 我们有 我们有 几样的 program 特别给 Only SPA 给他们有 心结 有了解 更有 信心 去做决定 跟参与政治 这方面呢 就是在我们的 I-Lead 以前是 Birodata Negara 以前 Birodata Negara 都是 比较 政治化 现在是我们 面对 Only so far 怎样会 影响到 我们的landscape 肯定会影响 因为 整个政治变 假如我们 的 目前 大概有 就是 我们会增加 目前 上个大选 我们有 14 14多个 million woters 比如我们 complete了 这个term 这是 2023 的 大选 假如增加 Undi 18 我们会增加 7.8 million woters 对 compared to BRU 14 有14.9 million woters 所以我们增加 50% 50% 比如跟着 我们的了解 真正了解 政治 信息 政治 深入 了解 政治 不高 所以 所以就会 整个政治 的转变 政治会更 情绪化 草课题 这个 比如是 比如是 也肯定会影响到 demography of woters 马来人 马来人会 越来越多 华人的 比例 可能会 减少 因为 in proportion 所以这方面 种种的 所以我们要 这个 怎样去面对 这个将来的 政治发展 要比较 成熟化 要比较 理解 要去比较 scientific database 不要去动 种族 宗教 跟情绪化的 课题 假如情绪化 很多人都不 根据 政治的 需要 去做 决定 他们会跟 他们的 行器 这个情绪 所以我们 也是很担忧 因为比如 政治 炒起来 不是当当 18岁 四五十岁 的人 情绪化的时候 他们的 决定 也不是跟做 politically correct decision 他跟做 emotional tendency 的决定 这样对国家 对整个人民 肯定不是好事 那倒是 想要请问 刚刚你讲到 就是 这些18岁的 青年 如果他们 真的是要有 这个awareness 的话 你觉得应该 怎么样去 educate 这一些 youth 来增加 他们对这个 politics的 这些awareness 在我们的方面 我们有通过 大学生 我们有 这个 Rugun Negara 的 Ramaja Rugun Negara Literacy 等等 这个 还有我们有 这个 marathon 我们有 我们有 一系列 只是 参与 这是 很可惜 都是 马来人 所以 我 希望 我能够通过 我们的 网络 我们的 华裔 的 组织 能够多一点 华人 来了解 国家 的 发展 国家的 敏感度 敏感性 等等 因为 比如我们 只是看到 我们自己 将来我们 会被 偏年化 我们不了解 政治主流的 转动 发展 所以我们 只是看到 做梦不是 跟做 我们 所想 这样简单的 但是政治 肯定 不简单 特别 我们看到 现在 马来人 开始分裂 他越分裂 他们的 注重在 他们的 课题 他们注重在 他们的 要求 跟做 他们的 政治仪式 所以 虽然我们 不要谈 种族 但是 这个是 政治的 事实 假如我们 要很理想化 我也不要 谈 种族 我们 不谈 种族 但是 这个 政治的 情绪 都是跟 种族 文化 宗教 等等 所以我们 要很小心 去处理 所以 政治 在未来 会更 更积极 跟做 国家的 发展 人民的 好处 不是跟做 某某政党 某某政治 人物的 煽动力 等等 那 所以 可能 我想要 追问 一样东西 刚刚我们 提到 年轻人 他们有一些 他们关注的 东西 你觉得说 现在的 年轻人 他们关注 什么课题 现在的 年轻人 他们主要 就是 将来 将来 他们 不会去 看政党了 政党是 之前 四五十岁 三十多岁 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 新一代的 我们好处 就是 他们不 所以 他们的 要求 就是 环境 environment 系统 这个 你的 人格 你的 领导的 数字 等等 所以 全是 很正确 因为 他们 有 理想 但是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因为 他们的 政治 谅解 还是 比较低 所以 我们的 部门 主要 就是 要给 他们 政治 political literacy political interaction political awareness at the same time 有 信心器 出来 投票 因为 很多人 他 不知道 你们在 吵什么 他也 不了解 政治 的 科技 现在 目前 他们 你们的 理论 你们讲 一大堆 他没有 信气 所以 他可能 不出来 投票 所以 这方面 很好的 这是 我们 就是 有50% 新的 年轻人 来投票 就是 帮我们 clean up the whole political 这个 landscape 所以 假如 还是 四五十 岁 以前的 吵吵闹闹 以前的 面子 等等 你们 根据 他们的 政治的 application 是 inclination 是 肯定 我们的 政治 要 转变 比较 难 因为 现在 到一个 地步 the political division is very very clear 然后 将来的 大选 没有一个 政党 可以拿到 三分之二 好像以前 但是 这个也是 一方面 好 有check and pattern 一方面 不好 政治 不稳定 你政治 不稳定 你就 跟着 政治的 要求 不是跟着 人民 跟国家 的 要求 所以 政治人物 他就是 主要是 political survivor 所以 很多 很大的 发展 所以 很重要 就是 这群年轻人 一定要 他们的 他们要什么 很重要 不是当然 他们要什么 很重要 我们要他们 加强 他们的 政治 意识 这是 等于 假如我要 环保 我们要你们 政治人物 还是 领导层 关注 我们的 环保 因为将来 这是这个国家 我们要面对 比如 环保 not properly manage 将来的 pollution 等等 based management 等等 他们要面对 好像 贪污 贪污 你讲 以前到 现在 有权力 都是 有一个 贪污的 存在 所以 你讲 totally no corruption 不可能 但是我们怎样 系统化 加强 法律 加强 这个 institution 等等 去 control manage 这个 贪污 so that it won't be overly 就是 not too 严重 没有这样 严重 因为 你要 讲 zero 贪污 都比较难 因为 这个是 人对 人的事 有时候 你找不到 证据 有时候 你知道 但是你不能 去勾他 因为 法律上 你要有 条例 对 其实我觉得 接下来 政府可能需要 做很多的 努力来加强 就是青年的 这一块 对 那德罗西 我想问 就是接下来 因为你说 接下来 青年这个 势力很大 因为我们说 接下来 他们增加的 那个数量 是相当 很大 那么接下来 你觉得说 这些 political party 会用哪一种 方式 去approach 这些 youngster 你看 政治人物 他们只是 政治理论 很多时候 政治人物 他讲一套 做一套 所以我们要 青年 这个选民 最主要就是 你讲了 要算 不要他讲一套 过后 就是放弃 好像上次 政府 他讲 我们的manifesto 不是bible 那种话题 manifesto 就是一个承诺 就是你 对人民 已经 一个承诺 你一定要 去执行 不能执行 你要一个交代 这样的 政治 疑似 年轻人 有强调 政治人物 要有责任 要有交代 不是讲 给我们 爽 过后了 又讲 另外一套 我们 也不要 去吵 政治 一定要吵 你不吵 你不能 you cannot go in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所以 年轻人 假如18 他们 更有了解 政治 更有信心 敢敢去谈 不是去 跟着人家 吵 好像 比如 人家去 Bersee 还是什么 只是去吵 但是他们 吵什么 不知道 好像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马来人 他们很多政党 但是他们 各有各的方向 有一个政党 就是跟着 他们回教的精神 跟着 种族的精神 跟着 要权利 要找 政治影响力的精神 你看 好像 他要 MUDA MUDA 主要就是 他要 take ownership of年轻票 所以 可能 不给他 成立 就是 you cannot just register under MUDA and you take ownership of the youngster world 因为很多人 好像 以前 武统 武统一成立的 武统 都是马来人 马来人 都是武统 哪一个马来人 不支持武统 都是 Pengkianak 那种 这个是 政治的 reality 所以 we need to be more scientific more progressive more rational and less emotional 假如 政治理论 很多时候 就是政治理论 你听到爽 但是 你真正不了解 政治的事实 所以 有时候 你爽了 你跟着 那个政治理论 但是政治事实 是另外一方面 是好像以前 有政治人物 他答应 我给你 永久的 亚兰 但是做了 政府 不能给 但是那个时候 人家要选的时候 听到很爽 肯定选你 因为你答应了 我永久 要free 等等 但是这种 全部 过后了 可以证明 不能自行 对 所以 我们需要 更重要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他们是 第一次 我们要 他去 Ballet Box的时候 他已经了解了 整个政治的发展 跟政治的课题 国家需要 什么领导层 哪个政党 可以真正代表 他们 关注过这个 Undi Rapan Blast 这个课题过后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 看一看体育的 这个课题 因为其实之前 就出现这个 racial discrimination on这个 我们的 羽球选手 Gisuna Kisona 就是有一个网友 其实他有 向Gisuna 发表这些 比较种族 启示言论的 其实达到 所以你本身 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 一个看法 Actually 在我们 这个 前年体育部 discrimination did not exist or if it exist is only in isolation 这个 那个课题 就是一个人 他在网站 翻篇 叫一个 一句话 那句话 connotation 就是 racist 所以 我们也不能 扩大到 好像 这个是在 我们的 环境 在我们 is prevalent in our community 这是一个 那个人 所以他已经 他也 ask for forgiveness 但是在 马来人的文化 Oramita Mafgita Mafgan 但是不是 等于我们 认同 他所做的 所以我相信 这个课题 不是很严重 这个 racial discrimination 不是很严重 就是因为 他讲一句话 就是很严重 他个人有问题 不是整个 每个马来西亚人 也不认同 你可以看到 每个领袖 领导层 包括基层 不认同 他的 用词 那个 racist 所以 我相信 这个只是一个 isolated incident 那可能我们 接下来 也聊一聊 另外一个课题 说的就是 这个 宾州 行政议员 他本身 是掌管 青年及体育事务的 孙毅志 他就出请 青体部解释 为什么 宾州政府 临时被告知 不获邀请 参与由 青体部主导的 2021年 国家运动日 可能大家都睡 可以跟我们来 回应一下 这个课题 这个是 那个时候 在国议会 轮到我们的部门 朦胧 所以 他出那个文告 还没有publish的 在国议会 都是 违逼 心 都提出来 所以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讲什么 但是 过后了 我调查 根本是 我们 部门 已经委任了 每个 州的行政议员 作为 本路西 所以 讲 被偏年化 not included 肯定不对的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草课题 另外 我们的部门 也给21000 给宾州的政府 每个 先8000 所以 他作为主席 讲他 被偏年化 not included 这是一个 政治游戏 好 那 聊过的 这个部分 可能我们 这一节 来聊一聊 这个财政预算 的部分 可能 大家可以跟我们 谈一谈 就是 轻体部 在2022年 财政预算案 有什么样的 一些要求 我们现在在 我们已经有策略 我们也传达 我们的 去年 体育部的 要求 这个要等 这个 这个 财政部 宣布了 我们 部门才可以 一个一个公布 那接下来 大家也可以 期待一下 在2022年的 这个财政预算案 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拨款 给这个 轻体部 那接下来 我们可以来 关注一下 就是关于 一些青年的问题 因为其实 现在 根据一个 统计局 显示 国内15到24岁的 青年失业率 其实是有增加的 那请问一下 Dato3 怎么样 你们 轻体部 有什么样的 一些计划 来帮助 这些年轻人 来 increase 这些 他们 youth的 这些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吗 肯定我们 有很多 我们有 DVET 我们有 Training 我们有 这个 Program 本Digital Ilkbs 本Rapan Syllabus Model 我们有 通过 MIDAC 合作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这个 Search Engine 还有我们有 这个 Dialog Bersama Industry Ciawangan Hubungan Industry Kerjasama Strategic NOSS National Occupational Skill Standard 合作 我们有 Bootcamp 我们有 MOU 跟这个 Private Enterprise 等等 但是这种 Program Set to say 华裔同胞 比较少 产业 所以很多时候 你一谈 他们也不知道 你谈什么 但是在政府 部门 我们在部门 也没有偏差 我们只一路来 每次我们 我见到官员 官员都讲 你们华人 产业 太少了 少过印度人 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 我的挑战 我们将来 怎样 去发起 这个特别年轻 华人之地 来参与 因为政府的 Program 它是很完成的 只是 很多华人 可能以前 70年 80年代 一讲到政府 政府不照顾我们 政府偏年化 华人 所以很多华人 不要参与 但是现在不同 现在我们有 specific skill 好像Motorsport 派去 German 特别给他们 automobile industry 等等 所以很多 华裔子弟 可能他们 不能继续 读去大学 但是在通过 这个vocational training 通过 DVAT 我们的DVAT 很成功 90%的 在我们的 训练 过了 有工作 out of 10 9 找到工 还有一个 可能他 continue 他的study 所以 这方面 我怎样去 推动华裔子弟 来参与 对我们政府 这个program 有信心 这个就是 我的将来的挑战 这个相信 接下来 在预算案出炉之后 就是DVAT 的一个重任 就是因为 你现在 有一位华裔副部长 在这个部门里头 那么他要怎么样 去照顾到说 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能够 汇集华裔子弟 因为在华人子弟 可能很少了解到 轻体部这样的一个部门 当中他可能提出的 一些政策 是有利于他们的 这个也是 所以将来 需要努力的一个 对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 这个我们的 华裔子弟的 组织 现在一个 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很多 这个会馆 会馆 他们有这个青年 Youth Wing 但是这个Youth Wing is not registered 它not registered 它只是在 park在会馆 会馆 registered under ROS 但是他们的青年团 is unregistered 要开复口 也不能扣 我们部门 也不能accept 因为他们 they are not registered 所以好像 青年 青团英 YMM 青英 他们是registered 所以我要想办法 怎样去 给这情人 legitimacy 一个 一个platform 但是问题 也是很多 母体 它不要他们的 青年团独立 他一登记了 等下不听话 不跟这个母体的作风 所以这方面 我要去参考 了解 怎样 可以 假如你不要 register under ROS 最少 来registered under ROS register of youth 你register of youth 已register了 将来我们所做一切 我们可以include 我们可以通知你 you are part of the ministry of youth 但是这方面 我还是要时间去参考一下 所以有没有想说 给自己一个期限 就是什么时候 要完成这个任务 有吗 因为我们现在 不是四年的 好像刚刚选出来 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才有几个月 还是一年 还是一年多 我也不敢讲到太多 因为一年内 虽然是早上 时间是很长 但是在政治的工作 是很短的 你要看到成绩 你要一个时间 所以我也不敢讲太多 讲太多了 等下过后了 你是讲没有做到 但是你要做 今天做了 明天做了 未必明年 都可以看到成绩 因为是very intangible 对 那其实刚刚我们聊到 就关于这个 youth unemployment 青年失业的问题 其实根据现在 这个失业的情况 他们明年 2022年 这些青年 他们就业的情况 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乐观 就是可能请问一下 青体部 你们有没有想要 继续要求 这个PTPTN 可以extend 这个deferment of PTPTN loan repayment 的这个计划呢 这个PTPTN 就是在这个 这个Moe Ministry of Education 不在我们的范围 我们比较 就重视 训练 我们有很多 vocational training 主要是现在 我主要是 假如这个是 我们Glogan Malaysia 我希望就是看到 怀疑子弟 不能读 Fong 5 Fong 6 不能去大学 他们不要出来 只是找工作 找不到工 等下又 就是 vasted 他们的 可能 他们不是独属的人才 但是他们有skill 这个skill 主要就是要 identify 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利用我们的 利用我们的institution 我们有几个institution 全国各地都有 所以是很方便的 OK 技术学院 其实对这些青年来说 都是一个 extra的一个机会来的 对 那其实可能在 节目的最后 到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些 年轻人的建议 就是他们要怎么样去 调整心态 来面对当下的 这一些挑战 就是 怎样面对这一些challenges 你讲到年轻的 就是 现在你讲 40岁年轻 30岁年轻 20岁 10多岁 所以现在 只是 那个 the divide is very clear 现在一件年轻 他们比较 他们的culture is very much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y are not very conversational 所以你又有 不同的 the approach then 另外方面 他们 很多时候是 他们要快 假如你啰啰嗦 说你讲一大堆 A到Z 他没有兴趣 他的interest 也是很快 lose interest so then the other thing is他的 attention 的 attention的 rate 他的attentive rate 就是 也是 very short 所以 很多 各方面 有不同的 作风 所以 现在你讲到 youth actually是 什么youth 马来人 印度人 华人 又不同 40岁 30岁 20岁 10多岁 也不同 so we have to be very specific the problem is we have a tendency to generalize 年轻人 这样 年轻人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they are multi-layered multi-level so this方面 很复杂 可能我们 see another different topic how to target which group so 有 B40 N40 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 要求 so现在 我们不能 好像华人 人家讲 apachina 但是你问华人 有不同的华人 他们有 不同的 看法 不同的 理想 不同的 要求 你看他的背景 so现在 马来西 Kuluakka Malaysia 不是全部 是同样 年轻人 也是 they are not we cannot compartmentalize them as the same they are different so 越少 越少 generalize 也好 you have to be more specific we have to be more more target oriented 对 更加 针对性的 来 根据 不同的 一些青年 来推出 一些 不同的 一些 政策 其实 我觉得 非常认同 到 所以说的 就是现在 是大马家庭 我们说 大马一家的 这个时代 所以 即便如此 我们说 即便是 在同个家庭 里头 也有不一样的 背景 所以你不能 用同个理论 来套用在 不同的 青年背景 那他们的需求 也肯定 有所不一样 这个也是 清体部 接下来 可能还需要 花努力的地方 ok 所以要去做 真正 要去解决问题 你要很了解 但是你要 政治化 你是可以 很简单 讲一两句话 就是好像 整个问题 可以解决 simplification of a complicated problem 对 那其实我们 接下来 也可以期待一下 在这个 2022年的 财政运算案 推出过后 我们的青年 与体育部 他们到底会有 什么样的一些 对我们年轻人 或者体育的 未来发展 对 好 今天的这一集 财政运算特备 是由亚洲数字银行 AJDB和 Eco World 荣誉赞助 那也非常感谢 青体部副部长 拿杜茨里 郑联科 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你 Dilus 3 谢谢 数据显示 单单在行馆令 1.0和2.0期间 倒闭的发廊和餐馆 目前就有 30%和18% 我们要做工 我们要经济好起来 我们没有钱了 我们没有钱了 please everyone is 我们要向美国 向美国 和高增长 但是 这些败有没有 如果仍然有什么拖延 从轮延的车位置 当时这些最后的最后 即使是PKP和SOP的确认 我们仍然在贡量 在狭狗的状态 但是政府做我们的状态 我们都不忍耐给我们的状态 从明天10月11号开始 全国同步开放华州 随着更多的经济领域或准开放 我国经济是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 预计到明年2022年 将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 中国扎禄指出 来临财案着重复苏 加强经济韧性以及促进改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